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常言道,女味越急着容 自古以来,女人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容颜 在现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女人对美的追求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化妆桌上的化妆品也是数不胜数 但想要拥有一个好皮肤 只靠护肤品是远远不够的 好皮肤都是吃出来的 只有通过饮食调理 才能让你由内而外地散发出自然魅力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种美食 爱美的女人经常吃 润肤又养颜 让你美出高级感 相信不少姐妹都十分清楚对类食物的好处 而除了最常见的大豆 也就是黄豆之外 黑豆的营养价值也是十分高的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植物性基数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身的不足 多吃黑豆含有非常多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调节血糖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慢性糖 可以缓慢释放葡萄糖 使血糖缓慢升高 有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第二 降低胆固醇 黑豆中 泛灶带和植物固醇 可以阻止胆固醇的吸收 并促进胆固醇的排泄 从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 第三 美容养颜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和心 可以提高皮肤的抵抗力 促进皮肤细胞的摘生和修复 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第四 促进消化 黑豆中的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分辨的体积和水分 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发生 第五 增强免疫力 黑豆中 维生素C和多酸 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防止感染和疾病的发生 黑豆将它清洗干净之后 将水分瀝干 再放入蒸锅中 将它铺平一些 这样更加容易蒸熟 铺平之后 盖上盖子 将黑豆蒸熟 这个时间准备一些陈醋倒入锅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白糖 再加入几个冰糖 开火煮开 将白糖和冰糖煮至融化 大家在挑选陈醋的时候要注意 质量好的陈醋 颜色层棕色或中褐色 橙青 无悬浮物和沉淀物 除了能够闻到酸味之外 还有浓郁的出香味 用挎子再一点处放入口中 酸度适中 微大甜味 入喉不刺激 口中留较长时间出香味的 是优质的 煮好之后先放在一旁 蒸好的黑豆将它倒出来放凉一些 下面再准备一口无水无忧的锅 将黑豆放入锅中 把黑豆炒一炒 黑豆炒过之后 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而且口感和作用也会更加好 朋友们 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销售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like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美食多来说 可以高兴地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 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炒至黑豆在锅中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就可以关火了 将它倒出来自然放凉 这个时间准备一个无水无油可以密封的玻璃罐 玻璃罐可以提前用开水消一下毒 或者放到蒸锅中 蒸上三五分钟将它消一下毒 这样可以延长保存的时间 接着再把黑豆放入密封罐中 再将层出倒进来 层出的量要可以摸过黑豆 接着盖上盖子 将它密封好 放在阴凉的地方浸泡七天左右 泡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触泡黑豆中的醋成分 能够帮助减少皮肤的皱纹 保持皮肤的光滑和弹性 里面的黑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液和壁组维生素含量最高 维生素液的含量是肉类的五到七倍 众所周知 维生素液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美容抗衰老物质 适量使用触泡黑豆有助盐瞑目无法的作用 能够使皮肤白嫩 黑豆是有名的滋补食材 粗暴黑豆能够加强其滋补作用 尤其是对剩功能不足的人群 具有一定的不移作用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